供面供點 供面平行 供面一般 這邊我們就是空間的供點 空間主要的是有三個分量 所以根據前面的技巧就是把所有力量集中在力氣中心 然後接下來再把他所有的力量這邊用相量的方式加起來 那三度空間的話他有三個分量 然後利用他的大小根子 單位向量 單位向量用方向移顯的表示 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寫出答案的話 就是看看他的大小跟方向角 那這邊因為他出來是一個向量 他有兩種情況 一個是等於零向量 一個是非 不等於零向量 等於零向量的話 他三個分量相 等於零代表三個X Y D 分量 等於零代表微動 平衡 好 那假如是不等於零的話 他變成一個 好 不是平衡狀態 好 接下來看看例題 你像這樣總共圖中共點利息 這邊你工程師自己要判斷空間的 那錯標軸勒 是人為定出來的 X Y D 用右手定則 那你要求他的合成這樣作用在一個物體上面 好 他到底是什麼狀況 到底是平衡 我們理論告訴我們 是我是平衡狀態 或者是一個單力 好 他整個的合成效果是怎樣 那首先我們要完全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個例 好 利用這個坐標軸 把他表示出來 F1 像這樣的 好 F1 我們用走的方式 他很式的大角 乘上單位向量 單位向量 開根號 以下開根號 所以從這樣走到這邊的話 是這樣走 Z 這邊走的距離是6 6K 正6K 他的方向跟G走相同 這樣走 他走的6的距離 但是他的跟Y軸 不一樣 相反 所以負6J 接下來是這個7I 好 那因為加滑有交換力 所以我們一般的習慣是I J K 好 再把他的係數 拿到溫母平方開根號 就是他的大角 其他的也是 力量同理器做出來 好 接下來把它加起來 X分量加起來 Y分量 D分量 只要有一個分量不等於0的話 他就不是0加量了 那這樣做的話不是很好 我們講過了 這種表示方式是代數的 那要了解他的結果的話 意義比較明顯的話 用他的大小 好 把各分量平方 和開根號 要注意單位 好 他是物理量要注意單位 他方向角 好 方向角 他的大小 除以X分量 除以他的大小 Y分量除以他的大小 Y分量除以他的大小 Y分量除以大小 Y分量除以大小 起反函數 我塞的方向一選 要特別注意 還沒有寫出答案的時候 他 有符號的話 他一定超過90度 沒有符號 在第一項鍵 好 弄清楚 好 接下來 另外一種狀況是空間平行力氣 那 這邊呢 好 是這樣的作用 有很多 有很多力量作用 還有這個力量 他們定出來 他是平行Y軸的 空間的 但是似乎從這邊看 這個都是跟Y軸有平行的 這個跟Y軸沒有平行的 力量 但是我們可以用力量變換 把它轉換成先 把它轉換成平行Y軸 好 好 接下來 同樣的道理 起 某一點為力氣中心 把所有的力量 平移到這邊 那 有三種技巧 第一個 好 假如這個力量通過這個力 化減中心 或者力氣中心的話 用力 可移心Y軸 假如不通過的話 用力線平移定理 那地線平移定理就是我們集中考試的 好 一個力量分解層 跟它平行的 有一個力 好 一個方向 分解層 好 好